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企业经营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一群有共同理念 有共同目标的人去创立的 当我们一起建立这个企业 接下来就是员工 员工来自不同的环境 甚至刚从学校进入社会 或者从别的企业到我们这个企业 所有人的思维跟所有人对于公司的看法是极度的不同 所以我们就要去思考 我们怎么样让员工的心来跟我们原本的团队 甚至来跟企业领导人是一样的 因为企业经营最重要的元素 其实就是资金资源产品和技术 再来也就是员工的心 所以呢我们如何来求人和 就是我刚刚开中民意破题的时候 为什么要感谢 就是感谢大家一起来共同来成就一个好事 也就是我有时候在主管会议的时候 跟大家谈的就是 其实我们经营企业就是叫做 聚一般好人干一桩好事 所谓的好人就是意志相同的 也就是大家目标一致 也是大家互相认可 甚至大家觉得 这个计划这个公司这样可行 所以我们来共同来做一件事 这件事就是企业的目标可以来完成 所以我们必须要感谢大家一起来参与 一起来共同的来打拼 员工毕竟不是来自同一个家庭 所以我们身为企业领导人 或者是部门的主管 我们必须要让所有的员工清楚明白 公司到底要做什么 员工一开始是不清楚 但是随着企业领导人或者部门的主管 每天或者有时间就来带着这些员工 告诉员工阐述自己部门的目标 或者是企业的目标 这样一天一天的堆叠 所以他的心 他的方向至少慢慢会一致 当然不是百分之百 每一个员工都可以顺着你的计划这样在走 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发生 经营者自己会觉得不耐烦 甚至主管会不耐烦 但是我们还是要面对 那如何面对 其实这个跟题目有关系 我们必须要怀着感谢 你必须要面对你的员工 你部门的员工 就是说谢谢他可以来参与 谢谢他可以来参与我这个部门 甚至员工本身我们要教导 不管是部门主管或者是经营领导者 员工或者是伙伴 我们都很珍惜每一个共同工作的时间 或者是这个机会 我们当然不去谈所谓的缘分 但是我们还是要心怀着感恩的心 感谢的心 让大家一起来共同成就一件好事 所以我们不断地阐述自己经营企业 或者带领部门到底思维是什么样子 让所有的员工都要非常清楚 这个我们一而再再而三来再探讨 然而我们经营企业一定会遇到很多的压力跟困难 身为企业领导人也是必须要坦然地面对 我们人生在世 特别是在经营企业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遇到很多你不可预测的 当我们已经设立了企业经营目标 身为企业领导人 就必须要带领的员工回到最初 我们必须要把每一个阶段甚至每一天的工作要做好 我们必须要教导所有的员工一步一步的向前行 同时就算我们遇到的困难 我们也必须要感谢 因为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心性都是积极的面对 我们会想尽办法来征服他 那一旦我们征服他了 是不是我们就有了经验 那这个经验让我们企业向上的来提升 这个我们是必须要来感谢 当你已经把这些困难跟障碍都超越了 那最大的受益是谁 是你自己 所以我们必须要时时刻刻 对于面对所有的挑战也好 所有的成功也好 我们都感谢 所以一个企业领导人必须要清楚 经营企业就必须要感谢所有的发声 感谢所有的员工 感谢所有的伙伴 甚至我们必须要感谢社会 因为社会给你建立企业的机会 给你员工 给你消费者 给你客户 所以我们必须要心怀感激 也就是当你的企业开始在成长的时候 在同步也必须要回归给这个社会 因为你心存感谢 我是Joseman 如果你觉得这个不错 让我们下回继续聊哲学吧